北京时间10月30日,对于中国跳水队以及全红禅和陈若林来说,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伴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官宣的这个消息之后,也让大家感觉到人心振奋,全红禅在新周期的快速成长也有望持续完成蜕变,全红禅也有望在主管教练陈若林的帮助之下,在新周期成长为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,而且伴随着陈若林此次正式获得了批准官宣后,也将会给予全红禅更多的帮助。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士司发布的通知显示,陈若林从京外调配到京工作,把陈若林调配到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工作,这也意味着陈若林结束了此前的戒掉生涯,因为在退役之后,陈若林的人事关系这一会都留在南京,在此之前,陈若林的正式身份是南京体育学院游泳学院教练员,但是被中国跳水队戒掉到北京来担任跳水队的教练员,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。 通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,陈若林也在教练员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,帮助中国跳水队带出来了不少优秀的队员,陈若林也是目前全红禅的主管教练。 新周期全红禅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核心队员,非常需要陈若林的大力帮助,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之前正式调到北京工作,有了正式的身份之后,陈若林也会更有使命感和责任感,也会全力以赴帮助全红禅和中国跳水队取得更出彩的成绩。 周期红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总教练,一直以来对于陈若林也是欣赏有加,是周期红看着陈若林一步一步成为了奥运冠军,又从运动员转型成为教练员,一路上周期红给了陈若林很多的帮助。 周期红随着年龄的增长,很多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帮助他分担,陈若林或许是最好的选择,陈若林如果未来可以在中国跳水队不断肩负重任,是有希望成为中国跳水队第二个周期红。 接下来的巴黎奥运周期,陈若林需要证明自己在教练员岗位上的成绩,需要帮助全红禅完成冲击巴黎奥运会双金王的目标,这也是当下必须要完成的使命。 如果说这个目标无法达成的话,陈若林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 所以说,接下来陈若林也会付出更大的心血,帮助全红禅克服207C动作的困难,并且不断克服心理观的难题,争取完成早日的突破和蜕变。 相信师徒二人也会见证巴黎奥运周期一个巅峰的到来,陈若林掉入北京工作,对于陈若林和全红禅都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好消息。